中二快捷单元一 把爱说出来 女儿常常称赞我 我文章写好了 念给她听 她总是带着崇拜的眼神 再三赞叹 妈 您写得真好 您真的好棒 之后 她还会把文章拿过去再看一遍 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 让我很有成就感 她哥哥与她截然相反 要是把文章念给她听 一定会碰钉子 她会边逃边说 我不想听 千万别念给我听 偶尔买了新衣服 我穿上后 女儿总会夸赞 妈 您的身材真好 穿上这件衣服真好看 看到女儿双眼含笑 一脸欣赏的样子 我的心情也变得无比愉快 她的哥哥却经常泼冷水 妈 您别相信妹妹的甜言蜜语 她是在拍马屁 不管怎么说 相比之下 女儿充满感情的话语 肯定更让人受用 我的抽屉里装满了女儿 写给我的各式各样的卡片 有时我工作了一整天 精疲力竭地回到家 看到女儿的卡片 就觉得再辛苦 也是值得的 那年 父亲过世 母亲一下子衰老了 她每天心情抑郁 沉默寡言 为了解除她的寂寞 我接她来和我们同住 母亲来了后 不愿闲着 每天抢着帮我煮饭做菜 打理家务 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 一天中午 我开车回家吃午餐 我一边开车 一边想 有母亲在的日子 实在是太幸福了 可我从来没向她 表达过感激之情 总觉得难以启齿 我是不是应该学学女儿 勇敢地向母亲表达感谢 表达爱呢 我下定决心 今天一定要把爱说出来 一路上 我不断给自己打气 不要怕 一进门就开口 没想到 推开家门 一看到母亲 我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打了退堂鼓 我有些懊恼 但仍安慰自己 没关系 第一次总是最难的 跨过这一关 以后就简单了 吃饭时 我一直在伺机行动 母亲看出我心不在焉 问道 你今天怎么了 看起来怪怪的 我开始佩服女儿 她怎么能那么自然地 把爱说出口 饭快吃完了 我心想 我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我低着头 破天荒第一次说道 妈 我 我觉得自己好幸福 谢谢您 我爱您 我不敢看母亲的表情 说完就直奔书房 拿起包 仓促地夺门而出 心情比当年参加毕业考试 还紧张 那天傍晚 下班回家 我一进门就听见母亲的歌声 她一边在厨房忙着准备晚餐 一边唱着歌 自从父亲过世后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熟悉的歌声 生词朗读 崇拜 碰钉子 抽屉 精疲力竭 衰老 抑郁 寂寞 启齿 懊恼 伺机 心不在焉 破天荒 仓促 词语教学 中二快捷单元一 把爱说出来 崇拜 解释 崇敬钦佩 搭配 崇拜偶像 盲目崇拜 例句 一 很多青少年都崇拜偶像 有些甚至买贵重的礼物送给偶像 二 那个溜冰选手 在奥运会上屡次得奖 因此成为青少年崇拜的偶像 碰钉子 解释 比喻遇到挫折 遇到拒绝或受到斥责 例句 一 哥哥找工作时总是碰钉子 非常不顺利 二 他现在心情不好 你要找他帮忙 一定会碰钉子 抽屉 解释 桌子 柜子等家具中可以推拉的盒子状部件 用来放物品 例句 一 他把日记不锁在书桌的抽屉里 二 书桌的抽屉坏了 一直拉不出来 精疲力竭 解释 精神疲倦 体力耗尽 形容极度疲乏的样子 例句 一 爸爸工作了一整天 下班后已经精疲力竭 没有精力再和弟弟玩球 二 跑完2.4公里后 同学们都感到精疲力竭 衰老 解释 年老而身体 精力衰退 搭配 身体衰老 快速衰老 例句 一 爸爸最近工作压力大 看起来衰老了很多 二 人不可能永远年轻 一定会有衰老的一天 抑郁 解释 因心里有负面情绪 却不能诉说而烦恼 搭配 抑郁症 心情抑郁 例句 一 最近发生了很多 令人难过的事 大家都心情抑郁 二 他承受不了打击 得了抑郁症 需要看心理医生 寂寞 解释 孤独冷清 搭配 孤单寂寞 不甘寂寞 例句 一 那位老人一个人住 一定很寂寞 二 他没有朋友的陪伴 感到孤单寂寞 启齿 解释 开口说话 搭配 难以启齿 不变启齿 例句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课题 让人难以启齿 他自尊心很强 求别人帮忙 让他难以启齿 懊恼 解释 因委屈或懊悔 而心里不自在 例句 一 他因为迟到 害队友输了比赛 所以懊恼不已 二 他错怪了好朋友 心里懊恼 要恼急了 伺机 解释 观察 等待时机 搭配 伺机行动 伺机下手 伺机报复 例句 一 警察在公园周围 设下埋伏 伺机行动 捉拿罪犯 二 他得罪了很多人 这些人一定会伺机报复 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 解释 形容做事时精神不集中 例句 一 上课的时候 他心不在焉 老师叫他的名字时 他都没反应 二 妈妈和他说话时 他心不在焉 一直盯着手机看 破天荒 解释 比喻从未有过的事情 第一次出现 例句 一 他几乎天天迟到 今天却破天荒 第一个到学校 二 他很吝啬 从不请同学吃饭 今天却破天荒 请大家吃大餐 仓促 解释 匆忙 急促 例句 一 这件事很重要 你不能仓促决定 一定要想清楚 二 由于他离开的太仓促 所以忘了把文件拿走